可能人家跳五次就好 我可能要跳十次、二十次 就是要跳得比比很多次一點 就是才能記住 就是一直重複練 一直重複練 然後練到好維持 就是也只能這樣子 語音是什麼? 你自己知道這種語音 你自己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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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有一次 就是他真的是 自己一個人在房間 然後很安靜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了 結果就看到他在那邊 就是默默地在掉眼淚 然後我想說怎麼了 然後一問結果是想媽媽了 就想啊 真的是那個歲數 真的會 會發生的事情 開始是 去節目裡面比賽嘛 然後 常常要準備很多的東西 跟 要很快地學會 跳舞啊 或是唱歌 所以 他可能會覺得 一直 追不上大家的感覺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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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不後悔 不會後悔 不會後悔 也覺得 在這條 這條路 其實也 好像學到更多東西耶 就是比一般 可能童年裡的 還要成熟 然後會 然後想法會很成熟 最近那時候其實也給自己 一個很大的心理準備說 我要接受一些 就是不好的評價這樣 我認為 我以為 我知道 自己的能力 可能沒有 像其他姐姐們都好 他们练习的时间更 好像什么都会 什么都很厉害 然后只有我自己 就是还在学习当中 我觉得这点 就是出大以后 我有点小担心